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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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十川是日本的三大清樓之一 而因為它沒有建造任何水庫設施 也被譽為是日本最後的清樓 高資源的四萬十川 因為山明水水的景色和清澈見底的河水 而被選為日本避景一百選之一 四萬十川最具代表性就是沉下橋 沉下橋的意思是指它沒有欄杆 而且潮漲時會被河水淹沒的橋 但因為它沒有欄杆 所以遇到洪水時會少點阻力 這樣也沒有那麼容易損位 但這裡因為沒有欄杆 所以走路或駕車或踩單車都要小心 很多人來四萬十川都會選擇踩單車的遊覽 但如果想和河流更親近的接觸 就可以選擇由古樓傳下來的周墓的體驗 如果有風的話 周墓是不需要任何引擎去發動的 只要靠後面的繁埔和有人控制方向 就可以順著風向和水流向前進的 我們今天也挺大風的 所以就沒有聽到引擎的聲音 令我更加清幽 現在看著風景看 除了可以看風景 船長還會介紹漁夫用來捕獲河鮮的工具 這是一個掌握 這是一個海鮮 船長還跟我們說 近來幾次颱風造成的洪水 都令沉下橋完全淹沒 亦都令河得大樹倒下來 一次周墓的體驗 令我們更加認識到這裡的生態 都好像一場穿越古代的體驗 全場196公里的4萬10川 它的水是非常清澈的 而且其中一部分的水域 是混淆了海鮮和河水 所以它的物種非常豐富 所以來到4萬10川 就一定要吃它的海鮮 我們這次選擇在屋營船吃海鮮 而且船家還會一路燒一路上菜 所以是非常新鮮的 因為市面上很多店舖買鰻魚 都是一些自養的鰻魚 而4萬10川這裡 就有一些野生的鰻魚 所以它們運動得比較多 就會少一點脂肪 而且肉質也會比較有彈性 好吃 好吃 它的炸川蝦是超級脆的 而且我覺得是蝦的香味 雖然4萬10川 周邊還有很多可以吃河鮮的地方 但是可以一邊看著美景 一邊吃著這裡獨有的河鮮 絕對是眼睛和美女的雙重享受 下一集我們就會去得島縣的 大暴崖小暴崖環激樓 還會去早谷梯 挑戰早谷蠻橋和食橋碗麵 我們給你取材啦